大家好 最近 我們的魚缸 有重新整理過了 換了一個比較 大的魚缸 這個是四死缸 那一樣的 我們上面也是有 做個小型的 魚菜共生 那然後還有配合一盞 植物燈 目前這裡種的是 空心菜 那現在來為各位展示一下 文事館的 效果 那文事館 這是獨立的 那旁邊我特別放了一個 氣泡石 那可以給大家比較一下 目前看來 文事館的出氣量 大概是 氣泡石的三倍 那氣泡石 原則上是要配合一顆 打氣馬達 那目前這個 文事館呢 它是獨立在 打水跟打氣 那 這個打水有個好處 就是說我們 魚缸的循環會比較好 那 我們魚菜共生的部分 是有另外 採用一顆馬達 將水抽到 種植箱 然後 經過種植箱裡面的 一個過濾系統 來幫這個魚缸過濾 來幫這個魚缸過濾 那種植箱 還有一個 紅溪中 等水 滿了以後 它就會產生紅溪現象 所以原則上 我們這裡是有配置 兩顆沉水馬達的 一個是作為魚菜共生使用 那一個是 當成照浪 還有沖揚的 動作 好 謝謝各位